我們來看江洪杰福元愛現在爆發婚變 真實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兩個人始終沒有說清楚講明白 但是日本媒體這篇報導 好像讓很多人覺得不太能接受 福元愛呢 他說這日媒報導的 他說福元愛以前住東京 是日本的很繁榮的這個大城市 他說東京或台北都是 習慣了這種大都會的生活 結果說結婚之後呢 因為江洪杰他要開足球教室 他們搬到台南 後來又搬到了高雄 日媒報導說這兩個城市 對日本的年輕女性來說 是令人絕望跟不足夠的地方 換言之就是覺得太鄉下 但是話說回來 其實他們住的地方很繁榮 到底引發了什麼樣的爭議 日媒到底爆了什麼東西 我們先帶你來瞭解 日本足球天后福元愛爆出婚變 引發台日媒體關注 現在日媒也分析 認為這對夫妻一開始 從台南移居到高雄 對於一直在東京或台北 習慣大都會生活的福元愛來說 就像從城市換到鄉下 也加重生活壓力 這篇報導提到 雖然從高雄或台南 都可以搭高鐵到台北 但福元愛說國語 難不多說台語還是有隔閡 而台南雖是古都 有日本昭和時代氛圍 高雄是工業都市 但已經衰退 以令人絕望不足夠的地方 形容高雄跟台南 高雄在台灣也是一個大都市 所以基本上這邊應該不算想像 覺得他應該是有其他的原因吧 應該是他們夫妻倆的感情生活 可能是比較不幸福吧 我們城市不好 我就覺得有點太誇張了 高雄台南太鄉下 加深福元愛想離婚原因嗎 兩都市民都覺得太看托 其實他們在高雄的豪賊大樓 就在巨蛋商圈 距離知名百貨走路也只要三分鐘 除了台北之外 我們高雄有日橋學校 這個是在其他城市都幾乎沒有 代表這裡的日本人其實非常多 也都非常喜歡高雄 市長陳其邁受訪表示 高雄日本人多 保留許多日治地名建築 不少長輩也會說日文 替高雄說話 這對豬球夫妻婚變 原因眾說紛紜 現在就連城鄉差距也成了討論話題 記者台南高雄綜合報導 記者 作詞 文靈 文靈 福知